福宝,我已控制您,还是不起来 原来宋爷爷一直都在关注着福宝 由于福宝近期因为甲运的影响 整天不吃不喝,沉迷失睡 福宝体重也有了很严重的变化 据神树萍当地粉丝传来的消息 声称福宝已经瘦了将近三十斤 福宝报寿的消息一经传出 就马上冲上了热搜 粉丝一一问都在议论纷纷地发表 关于福宝为何报寿不问 有的一说道 甲运暴寿是熊猫的正常现象吗 还是说因为带病上班才导致的呢 曾经那个被爷爷偏爱的福宝 每天都是薄薄开朗 可如今突然变得郁郁宝欢 相信姨姨们都无法接受吧 当粉丝们都在关注福宝为何变瘦的原因时 一直在默默关注福宝的宋爷爷得知此消息后 为了减少姨姨们的猜测 宋爷爷马上写了一篇来科普福宝 为何变瘦的长文 长文中写道 当我听到福宝甲运的消息 和随之而来的体重变化 我不仅想起了 爱宝在福宝这个年纪 不仅经历了发情期 也经历了甲运症状 这些都是随着荷尔蒙的变化 自然经历行动和身体变化的 雌性大熊猫的重要时期和现象 大熊猫甲运期间的症状 与实际怀孕时的症状是非常相似的 当然体重变化也是正常现象 爱宝在甲运期间 犹豫着营养成分的积累 体重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减少 在确认记录后 我们发现爱宝当时减少了13公斤度 我记得当时爱宝和饲养员们 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 虽然每个个体都有差异 但同样 现代的福宝也在和母亲爱宝相似的时期 表现出相似的指标成长 作为雌性大熊猫 似乎正在走上正确的道路 作为他曾经的爷爷 我感到非常欣慰 相信宋爷爷的科普 也解答了姨们的疑惑了吧 宋爷爷为了让粉丝们彻底的放心福宝 直接用了爱宝的数据来解答此问题 宋爷爷真的是太在乎福宝了 同时希望福宝能像妈妈爱宝一样 能尽快地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如果能得到像爷爷一般的细微照顾下 那就更好